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猜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另类的自杀真人秀节目 乔治是一名主持人,一直为收视率做没原则没底线的节目 比如嫁给土豪,直接找了一群美女,让她们展示才艺,吸引土豪 最终冠军可嫁入豪门 谁知直播现场出了事故,季军不甘心失败,杀了富豪,自己也自杀 乔治在线上保护其他参赛者的行为却被说成英勇的象征,得到了英雄主持人的称号 节目组趁话题的热度,准备来一档新的自杀直播真人秀让乔治主持 此时她内心还是有些良知的,但由于生活窘迫,还有一个妹妹需要资助 于是给自己找个借口,提出口号用节目唤醒观众对生命的尊重 就这样节目开始了 他们用高昂的奖金吸引一些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人 第一位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她被家暴,女儿被父亲侵害,没生活来源 她选择解决丈夫来参加节目,让自己和女儿解脱 也为了让女儿能用奖金上大学 节目直播了她最后一段人生 没宣传就获得收视率第三的好成绩 乔治再次成了话题头条 报名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节目越来越火,观众的口味变得越来越难满足 节目组开始加快自杀的速度,增加人数 乔治渐渐变得病态 金钱磨灭了她的良心 唯一的妹妹便选择离她而去 这时,一个自杀者决定在汽车输入一氧化碳中毒而死 但随着气体增加,车内的情况变得模糊 人们不能看到她死亡前的挣扎,很快对节目失去热情 为了防止观众流失,乔治让人做出嘉宾已死的心脏特效 然后把它转移到后台 没想到她还没死,还挣扎着打开车门求救 乔治看到立马关上 尽管她已经做到这份上了 这期的收视率还是很差 为增加节目效果 乔治决定把最佳参与者的奖金提高到100万 很快吸引到三位参与者 第一位是个日本人 她选择用传统的日式方式结束自己 第二位居然是乔治的妹妹 她因为哥哥的事儿抑郁症复发 决定用自己的生命让哥哥清醒 乔治拼命想阻止 但等她跑到后台时已经来不及了 所有观众都在欢呼乔治的名字 她却瘫倒在地,不断戳气 最后一位大叔等台 她因为中年失业找不到工作 孩子残疾,需要医疗费用 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她选择在身上放置炸弹 来赢得100万美金 在脑中幻想自己按下爆炸按钮的画面 最终还是下不了手 哭着说不想死,舍不得孩子 这一段真诚的内心独白 让所有人了解到了生命的意义 观众都被感动了 此时,乔治杀死嘉宾的视频被查了出来 他被警察带走 这场闹剧也最终结束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 这是你的死亡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